大家好 歡迎收聽利是台 我是瘋仔 星期二晚凌晨上演了歐聯四強次回合對著維拉利爾的比賽 首回合我們主場以2比0擊敗對手 兩球領先優勢加上對手只是維拉利爾 即使沒有了作下入球仍然是好大優勢 但結果的進展就沒有我們開始預想那麼輕鬆 上半場和下半場更加是兩個世界 今集我打算改一改我一直以來的節目架構 我準備將上下半場分開兩邊來講 先講下上半場地獄般的表現 講完所有有關上半場的東西 再講下半場截然不同的世界 今場的出場陣容比我預想中更多主力球員 門將是艾利神 中堅是雲迪克 搭著干拿迪 右閘阿里山納 左閘都沒有輪換繼續用羅不辰 中場位置是NFT組合 防中法賓奴 另外兩個是泰高艾僅達娜比基達 前線方面右翼沙拿左翼文尼 中間是迪奧高祖達一 前瞻的時候我已經提到上半場頭15-20分鐘會非常關鍵 因為這段是對方最體力充沛可以施展壓迫的時候 只要讓他們入球就會有一種今場還可以追的感覺 從而令到這場球非常難踢 結果球隊在3分鐘已經失球了 當時對方先右路一個傳中掠門而過 左邊撿回球後左閘的艾斯道偏因再傳中 去到遠處的卡普爾射門撻Q後 騙了艾利神近處 但變相傳回球中間被中鋒迪亞射入空門 對方很短時間內就追回一球 我覺得這球羅不辰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他包不完尾處讓卡普爾走進來 可以交到這個助攻 接著失了一球球後對球的勢力更差 我們很多球都是前中後三線沒有連繫 對方推到六七個球員上來前場做壓迫 迫著我們經常要做些長傳 但三線的距離太遠令難度增加了 變相全球很多時都不成功 結果上半場全球成功率只有65% 在今季所有賽事上半場最低的記錄 高普賽後訪問都說 通常距離半場都會找上半場做得好的例子 給球員看 從而提醒他們可以做多些這種踢法 但助教卡維斯說 完全找不到上半場有做到他們部署要求的片段 三箭頭走位不夠靈活 也沒有回後幫手拿球 完全是跟著對方的節奏來踢 可想言之 高普對球隊上半場的表現有多不滿 跟著說比賽的進展 15分鐘一個左路的傳蹤 去到遠處比謝拉特摩蘭奴投錘攻門 不過被羅伯神近距離用頭封走 23分鐘時 沙拿右邊繩著對方 預判場傳落點失誤空位推進 然後捉入中間給祖達 但那波後了一點 令祖達雖然單刀情況 但也推得不太順 最終起不了腳被門將擋走 但在接實球前沙拿又拍到來搶走 不中籠之餘 球證還吹罰他侵犯門將 這就是我們上半場最大的機會 37分鐘時對方迎來另一個機會 基達的回傳失誤給了謝拉特摩蘭奴 給了一個直線後上的諾希素 幸好後防最後一人的雲迪克 還剷到少少令球滾前一點 艾里神出形諾希素的單刀球 雙方距離就可以收窄一點 當諾希素第一下想拿球推過門將的時候 艾里神撲下去就連球帶人飲風走了 由於對方的球未推過門將 所以即使跌倒了球證也沒有吹罰12碼 這球雖然大難不死 但最終出事了 40分鐘爆托里斯後場的長傳到右邊 卡普爾控掉了少少 反而順手落底線 再吸回左腳位傳中 去到遠處被高基連攝 贏了亞歷山大亞六頭錘攻門入網 上半場完結前就收復首回合兩球的失地 令到利物門之後只想捱了這幾分鐘 快點半場休息給高度倒倒倒對球了 而第二個失球我覺得羅伯神也是主角 一來這個攻勢 原本是維拉利爾前場的界外球給我們搶到 但羅伯神想傳上前給文尼時就交失了 然後維拉利爾回到後場再組織才出現爆托里斯的長傳 二來可以看我這兩張截圖 當之後卡普爾落底線吸回傳中時 羅伯神由上面復圖原本緊貼著他 變成下面復圖傳中時已經離開了兩三個身位 就給卡普爾有左腳傳中的空間 所以這球羅伯神也要揹飛了 前瞬時我也有提及過 其實最近羅伯神是其中一個最沒得休息的球員 4月份踢了9場球 他只得對賓菲加那場次回合賽事沒有踢正選 而且幾乎踢正選都是踢了90分鐘 這場是他4月開始計算第10場賽事就正選了9場 而他的左閘位置體力又是消耗非常大 照計是很難負擔連續踢這麼多場球 明明後面有個都是高質的左閘森美卡斯 為何今場有少少容錯機率的情況下 都不輪換一下羅伯神呢? 今場他的表現是有點問題的 但我覺得他累和出現失誤 真是連回作戰之下的正常事 反而應該問一下高普為何不輪換左閘位 而另一個輸第2球最大問題的人就是Alexander阿諾 他包在遠處那裡 但對方的高機連是從12碼點位置跑上來頂頭槌 他是完全沒有預備去迎前爭頂或吃回對方的身位 任由對方在沒有壓力下攝前頂入 絕對不是一個防守球員理想的表現 除了濕球時間兩閘問題之外 其實整個上半場對球都散修修 前場沙納、曼尼、祖達都站得很淺 和中後場的連結很弱 中間的基達和太亞高 甚至乎助攻的羅伯神和阿里克森達阿諾都很難在對方的強力壓迫下 交到穩固的地球上前組織攻勢 迫到我們連應有的節奏都沒有 簡單的傳接都出現失誤 甚至乎經常要大腳長傳 這個如果大家有看過我講的高位壓迫戰術的話 就會知道迫到對方踢長傳已經是高位壓迫成功了一半 因為我們被迫要放棄全球成功率高的組織方法 不停冒險地放長傳 令到我們的球很容易交給對方 變相會長期受壓 到對方控球時我們三箭頭又沒有去施壓 跟之前聯賽作客曼城的情況相似 別人的中堅可以看定放長傳上前 就出現了第二個入球 結果上半場只有50%控球率和65%全球成功率 也只有兩腳射門出現過 全部都不進籠 XG只有0.06 真的完全被對方控制了場面 整隊是沒有一個人踢到次元的球 但下半場真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兩回合計被追成2比2平手後 真是當頭棒學 不可以再踢得榜手榜腳 半場高普決定用迪亞斯入替祖達 放開以前的控球和壓迫力後戰況完全改變了 當然某程度上也得益於對方施壓的力度沒有上半場那麼強 他們頭45分鐘真的好像沒有停過不斷迫搶 但這種踢法肯定是維持不到90分鐘的 所以追成平手後就嘗試換回他們擅長的防返踢法 怎知可能他們真的踢不慣這種壓迫的球 而不懂得扭方 真的提早已經燒乾了他們的體力 下半場他們連防守都做不回首回合的水平 下半場初段已經解放了亞歷山達亞綠有幾次傳中機會 去到55分鐘左邊的佛球短傳給亞歷山達亞綠正中間空曬可以軟射起腳 省中人之下彈中眉頂出界 56分鐘紋尼右邊的傳中迪亞斯凌空窩里射門 但只是腳勁踢中波爾炒了出界 多次敲門後去到62分鐘終於有成果 法賓奴中間三閘位置開始自己大波上前 推過兩個人後再給右邊的莎拿 沙拿推一步入中間 吸入一種原本看著法賓奴的卡普爾出來 然後馬上給回直線法賓奴的窄位 開頭他一直都看著中間 而基達也走到空位接應 令到門將有一步移入中間想應對傳中 但當法賓奴望一望龍門有漏洞 就選擇硬抽一個地波射門 結果門將預備不足之下被射穿大勢龍門入網 再次取得兩回合計3比2的領先優勢 原本可能燒乾了一個黃潛 還可以咬神牙關 憑著主場優勢捱著攻勢等反擊 就算不贏都可以守到加時再捱到護射12碼 但輸了一球後就令疲勞心態都頂不住 整隊波開始崩盤 66分鐘迪奴斯左路樓入中間 放了幾下先射 省中人之下賊柱出界 67分鐘阿力山大洛右邊禁區的K角位 左腳傳中 中間的迪奴斯在無穴位之下 無人看管近門頂上去 又是穿過了門障勞利的大勢龍門入網 維拉利爾有5、6個球員手在禁區裏面 但也沒有跟人 站定定看迪奴斯入球 拉開到兩球領先優勢 74分鐘迪奴斯後場想放高球上前 被人頂回頭 但後面的基達撿回球後第一時間放長傳上前 雲利雖然前過對方的最後守衛大 但因為未過半場而沒有越位 對方的門障勞利出到40碼位置上解圍 但雲利快一步推過了 包圍的右閘科夫落產都被雲利扭過了 雲利還有時間慢慢推上球才射空門 12分鐘內就由兩回合的2比2的比數拉開到5比2 維拉利爾塞了一球後就崩盤 只在特摩蘭劉紮著伏出踢正選都要被換走 體能上都再踢不回上半場的壓迫足球 結果短時間內跌入無法翻身的地步 80分鐘我們都開始換其他後備 入體的居迪斯中斯接應同樣是後備上陣的神軒地波傳中撞射 龍門上身已經撲錯了方向 但對腳未移走之下仍然封得這個球 85分鐘今場交出兩個助攻的前熱刺中場卡普爾 因為攔截居迪斯中斯而拿到今場第二面王牌秘逐離場 88分鐘有次6打2的反擊 迪亞斯給文尼再分右邊給沙拿 但他吸入中間的大位被兩個人封射門角度 結果硬躺躺左腳射不中籠 浪費了一個人多打人少的反擊 雖然明白他很想入球 但近來的入球運真的不相信 強球不來 至於今場最佳球員 我想只有一個人可以選擇 就是半場入體的魯爾斯迪亞斯 今場上半場球隊沒有串連 他入體早達後文尼回中路 三線增加活力 上半場三個箭頭都沒有大球突破的能力 連文尼也有幾下爆不起 迪亞斯入場就扭轉了這個情況 他注入一些前場的盤扭能力和活力 可以一個人引球推進 由左路扭到中間起腳也行 而且經過了上半場的消耗之後 維爾爾爾班球員真的沒辦法跟得上速率高技術好的翼風 只要肯多跑動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空位 所以無人看管之下頂入一球 雖然頂得不太帥 但近距離彈地穿了龍門的大勢入網 算是有點運氣 除了入球之外 他還有一下左邊大位射門 省眾人再中柱 其他正選球員都有一個非常糟糕的上半場 我想後備落場又立即可形勢好轉的迪亞斯 自然就是最佳球員的必然之選 不過高普賽後也說不喜歡評論 只專注在迪亞斯一個人身上 因為這樣就好像把問題全部歸咎於被換出的祖達身上 實際上是十一個人都有問題 當時球隊需要新的力量入場 而迪亞斯隨著整隊的改善而發揮出水準 羅伯神賽後也說迪亞斯是一個很特別的球員 一月來到的時候融合和適應得很快 如果給多個完整的季前準備階段就更加不得了 所以不厭其煩都要再說 這個一月新兵真是我們欠四冠的最後一塊拼圖 沒有他應該真是沒辦法來到這個地步 最後球隊次回合作客有驚冒險地以3比2反成為拉利爾 兩回合合計以5比2淘汰對手 失入2022年5月28日晚巴黎舉行的歐聯決賽 是高普帶領我們5年內第3次殺入歐聯決賽 加上第一季歐霸就是6年半之內第4次殺入歐洲決賽 而我們也成為了英格蘭史上第一隊球隊 可以一季之內打入聯賽杯、捉獎杯和歐聯決賽 雖然001球季我們都做過杯賽三冠王 但當年的歐洲賽只是歐洲足協杯 即是現在的歐霸杯 所以今季這個紀錄是再升一級 另外我們也是第4隊歐聯入決賽的次數達到雙位數的球隊 前面只有16次的黃馬 同一樣是11次的AC米蘭和拜仁慕尼克 至於高普加上當年的多蒙特 就是第4次殺入歐聯決賽 與納比、比加遜、安察洛提並列最多大隊踢歐聯決賽的領隊 不過如果黃馬今晚贏了曼城殺入決賽 這個紀錄將會被安察洛提推高5次 高普賽後記者會最後一句還記得祝賀同晚贏球的菲利斯 一月他外借了去搬尼茅夫 昨晚贏了洛提鹹森林1比0後 就確定了搬尼茅夫可以以第2名資格升上英超 我們其中一隊經常高價幫手接年輕人的球會 終於上回英超 希望我們可以維持這個友好關係 做多些交易 還有菲利斯本身是我們上季拿到前四的重要人物 作為中堅位置最穩陣的雷霆救兵 踢到爆頭依然紮住上的熱血踢法 雖然可能技術含量上沒有辦法令他在我們的一隊得到一隻位 但也要感謝他與賴斯維尼茅斯上季最後階段的貢獻 欠到前四 今季才可以再次殺入歐聯決賽 今個夏天應該會繼續放售他 希望他會找到一個給上陣機會他的新東加 說不定搬來茅夫星班可以直接接貨呢? 踢完今場後下場球是星期六晚凌晨2.9英超主場對熱詞 說真的英超很少安排星期六晚上的賽事 這場也應該是英超如下賽程四輪中最難踢的一場 熱詞對曼城那場所打出來的防範能力絕對值得人注意 最終以3比2擊敗了曼城 在我們現在追到只差一分之距 連連徵戰之下我們今場也要小心哈利簡尼 古魯錫斯基和孫興文一月組成的風扇組合 經常都是對弱隊輸對強隊贏 今季最後六場球歷史性四冠能達成五月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的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雷斯台逢比賽》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導有彎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做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旁學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雷斯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我們下週兩天 再見